一口气看完唐朝玄武门之变的全过程 隋朝末年隋阳帝对内滥用民力修建大运河 对外频繁发动战争劳民伤财 政治腐败官吏贪财 百姓苦不堪言 全国各地纷纷发动叛变 隋朝的统治集团也开始分裂 见此情形李渊也开始心生意动 其次子李世民也开始窜多他起点 在身边关隆贵族的支持下 李渊终于下定决心反遂 随后李渊听从刘文静等人的建议 以入关夺取长安为军事目标 以开创地业最终取代隋为政治目标 在李氏兄弟二人的配合下 李渊一路南下直指观众 仅用了几个月的时间就攻入长安 随后他用立阳帝之孙代王阳又为帝 使为隋公帝 李渊被禁封为唐王 公元618年3月隋阳帝在江都被部将杀死 不久后隋公帝便让位于李渊 改国号为唐使为唐高祖 随后李渊按照敌长子继承志 将李渊成立为太子 次子李世民为秦王 次子李元吉为其王 但随着时间的流逝太子李建成 和秦王李世民之间的矛盾越来越严重 唐朝初期由于经历了长期战乱 国家经济遭到严重的破坏 各方势力也在对这个新政权虎视眈眈 于是唐高祖以关中为根据地 不断发展自己的力量 派遣秦王李世民出兵东征平定地方割据势力 而太子李建成则留在宫内辅佐高祖处理政务 自公元618年起李世民接连立下了不少战功 先是率兵攻打薛举薛人 搞父子取得大姐 再是击败了宋金刚和刘武周两大势力 恢复了唐朝对待北的统治 不久后又在虎牢之战中 一举歼灭河南王世充和河北斗剑的两大割据势力 使唐朝统一了河南、河北和山东地区 同时重创刘黑榻和徐元朗两大势力 此后李世民声望日龙 唐高祖也将他封为天侧上将 这个职位比宰相的权力还要大 也就导致李世民的地位逐渐和李建成不相上将 李世民的支持者也越来越多 朝中也逐渐形成了秦王和太子两个党派 李渊晚年宠幸的嫔妃很多 因而后宫年幼的皇子非常多 他们的母亲为了巩固自己的地位 也选择结交年长的皇子 因为李建成和李元吉都想要扩展自己的势力 于是他们就用各种方法讨好后宫的嫔妃 想借着巅峰来获得皇帝的重建 而李世民一直忙于战事 也不屑于去讨好妃嫔 这也导致后宫的妃嫔非常不喜欢他 他们开始在李渊面前称赞李建成和李元吉 同时诋毁李世民 没过多久李世民和后宫嫔妃之间的矛盾 也慢慢地体现在了朝堂之上 在李世民平定了盘踞在洛阳的王室冲势力后 唐高祖让几个妃嫔去洛阳挑选仓库里的珍宝 随后贵妃等人私下向李世民索要宝物 并让李世民替他们的亲戚们加关进决 但都被李世民言辞拒绝 这也导致妃嫔妃们对他更加忌恨 在这巅峰的鼓吹之下 李渊对李世民逐渐产生很多怀疑 相反的对李建成和李源吉则越发的宠爱 公元624年下李渊带着秦王李世民和齐王李源吉去华山避暑 太子李建成则留在宫中处理政务 突然李渊收到密报称太子李建成暗中勾结庆州都督杨文干筹集军械意图谋反 得此消息的李渊大怒 并下令立刻召见李建成 见事情败露的李建成惊恐万分 一见到李渊之后就一头撞地 几乎到了晕厥的程度 盛怒之下的李渊将李建成扣押起来 随后他又派人召见杨文干 不料杨文干知道高祖德之密谋之事后就立刻起兵 李渊随即派李世民前去讨伐 还许诺德胜还朝后将其立为新太子 然而事情解决后李渊却翻脸不认人 不仅没有将李世民立为太子 还宽恕了太子的所作所为 此举不但将兄弟二人的矛盾激化 还是父子二人的感情产生决裂 随着李渊年龄的增长 朝中大权也逐渐向太子手提转移 再加上非嫔们的枕边风 李世民在党派之争中越来越不占上风 高祖也产生了将秦王放弃洛阳的念头 然而得知此事的太子和齐王 却认为此举是放虎归山 于是两人决定掀下守围墙 势必要将李世民的命留在长安城内 恰好此时突厥来反 在太子等人的捕吹下唐高祖命令 原级担任行军大元帅 率领兵马由宾州出发抵御图解 同时下令李世民集团的所有武将一同出征 李世民听后也意识到太子等人 是想将他的部众在行军路上一网打尽 于是李世民集团为了自保 也制定了袭杀太子挟持李渊的计划 然而玄武门之变的前一日 即公元626年7月1日 太白金星在白天出现在天空正南方的武卫 高祖立即将太史城负义教来解释这一现象 负义称这是秦王要拥有天下的征兆 李渊听后勃然大怒 并立即将李世民召入宫 面对高祖的质问李世民 直接告发李建成和李渊及淫乱后宫 以此障眼法作为他脱身的方法 听到这个消息的李渊十分惊讶 并要求李世民明日早朝时和李建成二人对峙 然而正是李渊的这一决定 为李世民的刺杀提供了绝佳机会 7月2日秦王李世民率领长孙吴继和玉池敬德等人入场 并在玄武门外埋下伏兵 张杰瑜得知李世民的谋划后告诉了李建成 然而李建成认为京城防备严密不会有事 恰好此时李渊也召集了裴继等人 起来查验李建成和李渊及淫乱后宫这件事 当天李建成和李渊及来到了林湖殿 在他们发现危机后正准备逃走时 李世民出现在他们身后并叫住了他们 此时的李渊及心里开始害怕就想射死李世民 但是由于慌张并没有射中 随后李世民直接搭弓射箭将李建成射杀 此时玉池弓也带领骑兵赶到现场包围了他们 他身边的一名将士也将李渊及射落马下 可就在这个时候李世民的坐骑受到了惊吓 带着李世民进入玄武门旁边的树林 他也被树林的树枝挂住倒在了地上 李渊及连忙起身打算勒勒死李世民 但还是没有成功在大战了几百回合之后 李渊及和李建成最终还是被剑给射死了 然而这件事并没有结束 太子李建成的部下听说其死后 就想跑到玄武门去为太子报仇 但还是没有成功 他们跑到玄武门前看到了李渊及和李建成的手机 东宫和其王府的人马瞬间失去战心溃败而套 秦王李世民最终取得了这场政变的胜利 而此时的唐高祖李渊正在宫内的海池上划船 李世民让玉池公担任警卫入宫 玉池公来到李渊所在的船上后 就告知李渊太子和其王因作乱被秦王斩杀 李渊听说李世民杀了自己的哥哥和弟弟之后 感到非常的惊慌 立刻和在场的臣子们商议此事 此时的李渊也没有什么可行的办法 迫于李世民的兵权 他最终还是决定立秦王李世民为太子 之后李建成的儿子和李元吉的儿子也都被杀害 宗室上也都被除名 公元626年9月4日李渊善位于李世民 开启了此后23年的贞观之志 给大家看